小王强被神秘小混混当众打脸 离开后肇事者被砍身亡 死因成谜的背后是谁下了黑手 1987年小王强在香港可以说得上是 混得如火如荼 此时的他在北京开了一家名叫 演歌台的夜总会 这里不光日入千金 而且就连娱乐圈中的很多大明星 也喜欢在这里消费 可很快这里就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这个人就是北京当地有名的混混白小航 据说他和自己的好友来这里吃饭以后 竟然利用自己往日的名头 要求服务员给他免安 服务员没有这么大的权利 自然是表示直接去决 可白小航不但让自己的手下 直接将演歌台砸了个稀巴烂 而且还大呼小叫 要求他们叫老板出来 向花祥作为这里的主事人 投资了前台消息 也很快赶出来 看在白小航的大哥份上 本来不想要和这个小混混多加计较 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白小航嚣张到不行 直接当众给了向花祥一个耳光 由于这里是北京 不是向花祥的顺利范围 香港 所以他只能打电话 找来了警察处理此事 可白小航却很快被放了出来 而且经常来向花祥镇压的夜总会捣乱 到最后逼得向花祥 不得不关了自己的夜总会 不过在他离开北京 前往香港了多久以后 白小航就莫名其妙地 死在了北京的街头之上 据说是被其他的仇家乱刀砍死的 可这个时间的点 的确让人非常有忠意 很多人都感觉白小航的死亡 和向花祥有着很大关系 否则为何他刚刚离开北京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而且白小航之前 曾经得罪了那么多人 没有人能够拿他怎么样 只有在向花祥这里 栽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 甚至有人觉得 白小航是被别人派来 故意给向花祥捣乱的 可惜没有想到遇到了一个刺头 也有网友认为 向花祥在内地没有那么大的势力 也不可能让自己的人随意的下手 白小航应该是在外面得罪了 这个仇家实在是太多了 毕竟之前他在这块地牌上 太过嚣张 招惹了那么多人 不出事基本不可能 大家认为白小航的死亡 和江翔有关系吗 先在评论期留下你们看 感谢观看